新北市淡水源道观音庙新建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座佛圣像 在去年九月成功创下金氏世界记录最大刚制雕塑 有许多的民众为了一睹这个大佛的真面目来到园区拍照 却经常误闯了正在施工的管制区 因此庙方也决定要开放特定的区域 打造成为咖啡的景观座 让大家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大佛圣像 来到新北市淡水山区 不少人可以看到野鱼座大佛株立在山林间 而这个就是淡水源道观音庙所建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座佛圣像 而去年九月也成功挑战缔造金氏世界记录 号称最大的刚制雕塑 而门方表示过去这段时间 有许多民众为了一睹大佛庄严来到了园区拍照 但碍于有部分的园区正在施工 造成民众误闯 因此决定开放特定区域 打造成为咖啡景观座 让大家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上风景 因为有很多观众信众都会来想在这边拍照 留恋 因为我们是还在装修工程中 所以不方便大家进入 大家就很期待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假日的时候 我们是早上十点钟到下午四点钟 只开放全半部一个观景台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 以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做一个合照 妙方表示最初先开放入口广场 但是由于夏天越来越热 因此打造了三座良亭 做一个简单的设计并且开放 而这三座良亭也分别有不同的名称 挑高的设计 让坐在里头的人可以清楚的看到 牵手牵眼大佛像 就说好啊 那我们把这个整个三个良亭 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规划设计开放 像我们这个叫做波罗亭 波罗灾 这个是观心灾 观心就是看看自己的心 看看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还有我们久日灾 这三灾 做一个简单的规划 让大家可以坐在这里 大自然结合 那我们这边呢 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那这边呢 我们这个水墙 这一个有灯光 晚上会有一个水舞的状态 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呢 也可以喝喝饮料 观赏这个水舞 庙方表示这一座圣像高度三十点三公尺 宽度有三十五公尺 是全世界最大的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除了规划咖啡座之外 一旁还有水舞表演 加上夜间灯光 色彩缤纷相当美丽 更让园区成为一处的打卡新亮点 记者许端一 一旦学采放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